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教育的根本是什么 我觉得教育它的核心是两个方面 我做了一个总结 我认为应该是培养独立而健全的人格 理性的批判精神 而这个正是中国古代家训 他要告诉你 宋朝有一个文人 名叫汪格 写了一部书 《菜根坛》 为什么这个名字起得这么土呢 叫菜根呢 他书里告诉你 咬得菜根百事可做 咬菜根 菜根是大家不吃的 大家最看不起的 但是呢 你能吃这个菜根吗 也就是说你这个人 能吃苦耐劳吗 不仅仅是吃苦耐劳 咬菜根 说你这个人呢 你放得下吗 有些人苦可以吃 但是心里有很多 心高气要端着做人 他放不下 那也不行 你要朴实 平实地去做 做一个普通的人 既要能吃苦 也要打掉心里那种傲气 这才叫做咬得菜根 所以一个人从小 就应该懂得 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 要立下自己一种 做人的志向 要有意识地 自己去鞭策自己 尤其在今天呢 我们望子成龙 让孩子呢 忘记了要做最本分的 做一个普通的人 要咬菜根 这一条呢 我们往往忘记 你明白这些道理 你就开始要懂得 去磨砺自己 所有的人才 都是从实践中磨炼出来的 孟子讲过历史上 那些大人物 做一番事业的大人物 大多都是经历了艰难困苦 我们中国捧为圣人的姚顺宇 顺呢 孟子说 他是耕种于栗山 种田的 在耕种中发迹起来 有一个很有名的政治家 叫傅月 他原来是这个砌墙的水泥工匠 不瓦将 后来呢 因为他的才干得到重用 秦国还有一个很重要 帮助秦国称霸的辅佐之臣 叫做白里希 白里希呢 他诗书 文献 读得很好 才学过人 可是呢 他的家很穷 是一个真正出身贫寒的家庭 他生活在渝国这个地方 渝国呢 等级伸延 像他这种穷人家 就没有什么上升的希望 有一次呢 他在困境中 严接乞讨 已经沦落到要饭这么一个地步 他遇到了一个叫简叔的人 饭都吃不饱 严接乞讨 见到简叔谈话投机 两个人忘记了身份 忘记了饥饿 谈了起来 越谈越投机 你想一个膝盖 一个膝盖 能谈国家大事 谈国家治理 谈人生 都谈得跟他的处境 毫不相干的 谈得那么投火 谈成了自由 两个人互相敬重 都知道对方是人才 那么简叔呢 赏识白里希 推荐到渝国去 当一个大夫 当一个官 官是当上的 但是呢 白里希发现 这渝国的国君呢 是一个很贪财的人 是一个很重 现实利益的人 只要有一些 现实的利益 看得见 摸得着的利益 就很容易摆布它 渝国的邻国是 靖国 靖国是个大国 靖国呢 想灭掉渝国 但是呢 这个靖国的国王 很巧妙 他给渝国国王送钱 送东西 投其所好 跟他商量 说我是借你这个国家 借你国家 做一条通道 要跨越你这个国家 去灭前面那个国 叫什么国国 你能不能把路借给我 那么我把过路的钱给你 渝国的国王 很高兴 同意了 而白里希呢 出于对国家的责任感 他劝国王 千万不行 靖国是个大国 我们是小国 他给我们的钱 随时都有可能收回去 但是呢 我们跟我们这个 临近的这个小国 我们是一个存亡此寒 仅仅相依为命 你现在为了这一点钱 放开 让靖国把国国灭了 如果把它灭了 回头人家 就把你灭了 国君不听 国君呢 看到是眼前这个财 这个钱 他不听白里希的话 他就把这个路 借给了靖国 结果靖国呢 果然灭了国国以后 回头就把渝国 就给灭了 这一件事 让很多人看出 白里希真的是个人才 他很明白道理 他有很好的预见性 渝国灭了 白里希成了俘虏 靖国的国王知道 白里希是个人才 要用他为官 但是呢 白里希跟靖国 又灭国之恨 他不当 不当了这个靖 想想 把他呢 当作奴来使用 在把墓基 嫁给秦墓公的时候 把白里希作为 陪嫁的人 送给了秦国去 而白里希呢 他不想去秦国 在半路他偷跑 跑到楚国去 在楚国呢 楚王不知道 白里希是个人才 就让白里希去养牛 所以他就成了一个 很贫苦的一个 牧牛的人 在楚国 好好的养牛 可是呢 秦国的国君 秦墓公 是一个想让秦国 壮大起来的 一个好的国王 他天天都在想 都在做梦 如何去壮大秦国 他知道要有人才相助 他听 打听到 说靖国做陪嫁来的 那个白里希这个人 其实是个人才 当年呢 他劝渝国国王 所以可见 这是一个 很难得的人才 秦墓公就想要他 那怎么办呢 他是个人才 我就用重金去楚国 把他买回来 用这个 比较贵的价格 把他买回来 就可以得到 白里希这人才 秦墓公左右的人呢 非常聪明 他就跟秦墓 秦墓公讲 您千万不能这么做 您如果出了重金 去买白里希 就让楚国的国王 明白过来 他现在让白里希 养牛 就说明他不知道 他是个人才 把他当奴使 你如果用高价买他 就等于提醒楚王 白里希是个人才 他就一定不会给你 那秦墓公说怎么办呢 他说 你就写封信 跟楚王说 说我们那个 赔价的那个奴 跑了 跑到你们国家去 一个奴嘛 就指五张羊皮的架 我现在要把这个人 追回来 所以我陪你五张羊皮 秦墓公一听 就照此办 用五张羊皮 把白里希 这个要了回来 回来以后 秦墓公去向他 虚心向他请教 白里希跟他讲 我是个王国之人 我能教您什么呢 但是他没想到 秦墓公真的低下 他国王高贵的头 非常谦虚地向他请教 怎么治国的道理 白里希受感动 他就教了 教了秦墓公 告诉秦墓公 要怎么治理国家 秦墓公听了 白里希的话 秦国开始立志改革 一步一步地强大起来 这个势力 孟子讲了一段 很有名的话 孟子说 故天将将大任 与诗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行腹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争议其所不能 就是天如果要 让你做大事 一定要让你 经历很多的艰难困苦 艰难困苦 是一种磨炼 是人成才中 必须上的一课 可是这一点 有很多的人 他真的没有体会到 我们看到 现在有很多家长 自己很努力 也很吃苦 辛辛苦苦 做了一番事业 有的经商 有的开公司 有的办学 总之呢 从各个方面 通过自己的 艰苦的奋斗 都成就了一番事业 可是你在看 他对自己的孩子 往往第二代 这个孩子就不行了 为什么会出现 这个情况呢 我看到很多家长都讲了 我拼搏过来这一段路 太辛苦了 吃尽了很多艰辛 我希望我的孩子 不要再吃这份苦了 我已经替他吃过了 所以我希望他能 继承我的成就 继续往前走 他这么想 就完全想错了 因为没有经过 这种艰难困苦的磨炼 你的孩子呢 根本接不了班 所以往往呢 你把事业交给孩子 他只会败下去 很少能撑起来 就为什么呢 历练不够 所以在家教里面 家训里面 一直告诉我们 千万不要溺爱孩子 百里希之所以能够成为 勤募工义众的客亲 正是因为他在心智和筋骨上 受到了极大的磨炼 磨炼 磨炼了心性 增加了才能 由此可见 磨炼对于一个人成才的重要性 而在孩子心智成长的过程当中 父母起到的作用 也是至关重要的 家庭过分的关爱 会令孩子失去磨炼自己的机会 这样的例子 在古代也有很多 那么这些生长云密贯重的孩子 与经历磨炼的孩子相比 他们将呈现 怎样不同的人生轨迹呢 宋朝著名的史学家司马光 他写的家范 也就是一部家规家训 里面讲到 为人母者 不患不辞 患于知爱 而不知教义 古人有言曰 慈母败子 爱而不交 此论语不消 献于大恶 入于行辟 归于乱亡 就是说呢 家庭子女为什么败 往往就败于逆爱 特别是妈妈的 他心疼孩子 他爱这个孩子 但是不懂得怎么去教他 所以古人古训 嘉训跟我们讲 慈母败子 母亲太光 呵护太周到 往往调教出来的孩子呢 不好 逆爱 长大的孩子 首先是不嫌 有些更张狂 更 这个嚣张的 甚至犯罪 被人抓了 判了刑了 有些甚至孩子杀头 这个悲剧水眼的呢 逆爱出来 这个逆爱呢 其实未必只是母亲 父亲一样也逆爱孩子 所以我们看到呢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怎么教孩子 结果全然不同 中国南北朝时期 北方分裂 在山东地区 这个国家叫做北齐 北齐五成帝 皇帝 他特别宠爱自己的小儿子 叫做狼爷王 这狼爷王呢 平时呢 吃喝穿戴 都和太子一样的 甚至比太子还好 这个古代是讲一个规矩 太子是国家的法定接班人 所以他应该比一般的兄弟 他的规格要高一点 这样使得家里呢 兄弟之间也有一个秩序 但是呢 小儿子嘛 父母溺爱他 就让他超标 他什么都跟哥哥看齐 什么都跟他看齐 一步都不让 而且呢 这五成王还觉得 他的小儿子特别聪明 整天夸他聪明 说这个孩子将来 必定会成大财 把自己的儿子 吹得趾高气昂的 什么都要跟哥哥比 跟太子比 有什么好东西 新鲜的东西 好吃的东西 他都要先占 他先有了 然后才有太子的份 这个秩序就被他完全颠倒了 一个规矩就被破坏掉了 后来呢 古城王死了 太子继位当了皇帝 当了皇帝呢 皇帝又 规格又高了 可是弟弟不干了呀 弟弟从小都跟哥哥一样 所以他现在呢 弟弟要求他的一切 也要跟皇帝比 才要住得像皇宫一样的 那这个问题就大 所以这个弟弟呢 在朝廷里面呢 目中无人 哥哥也拿他没办法 虽然当了皇帝 为什么呢 母亲还在呀 妈妈还在替他撑腰啊 妈妈也不懂得 叫狼爷王呢 要懂得守规矩了 这个弟弟越来越猖狂 甚至想要抢哥哥的位置 最后呢 哥哥只好 把他捉起来 弟弟想起兵作乱 哥哥把他镇压了 结果家庭的一幕悲剧上演 骨肉相残 我们通关这件事情的过程 应该说呢 父母亲负有最大的责任 宠爱 溺爱孩子 这种无原则的溺爱孩子 在今天的社会 我们见到的很多 我们看到有很多家庭 生一个孩子 我们把全部的爱 都集中在他身上 我们什么吃的 什么好的 甚至很小 就吃人生 吃补品 我们恨不得把这个世界最好的 最补的东西 都找来给孩子吃 好多妈妈看着孩子 就跟人家讲 我这个孩子呢 弱了 身体不好了 我这孩子要补了 结果我们看到呢 现在养出来的孩子 基本上体重都超标 长得一个白白胖胖的 表面看起来都挺好 好像很健康 吃的 什么三尊 海外冰淇淋 汽水等等 穿的都是漂亮的 好的名牌的 但是呢 我们在大学都知道 每年新生入学 新生入学 现在你还能让这个孩子呢 拉到操场去做一些体育的训练吗 能够做军训吗 为什么呢 表面看白白胖胖 其实呢 内力很差 身体素质不行 这就是南朝人 严世家训 里面说的骨脆 骨头都脆 所以养穿孩子 重看不重用 南朝 没有战争 有一度和平的时期 这些贵族子弟 都是追求山珍海味 吹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 做做一些空泛的诗 一个一个白白胖胖 坐着这个车马 可是呢 听到马叫 他就以为是狮子来了 瞎得屁滚尿流 根本没办法上战场 这就叫做骨脆 骨脆呢 这样的孩子 基本上没有用处 担不起社会的工作 从现在鼓吹这个情况 我们就看到 以前的家教 为什么叫你要 咬得菜根呢 其实呢 他在告诉你 一个孩子的培养 第一要有他的体魄 第二要锻炼他的心智 这个孩子经过磨烂 经过磨力 他才有一种心理的承受力 所以小孩子从小到大 父母呢 都完全去跟他讲道理 但是呢 你有没有考虑到 将来孩子 他上社会去工作的时候 有很多场合 是没有时间跟你讲道理 他是根据一种规则 该怎么做 就应该怎么做 所以孩子呢 不但要有讲道理的能力 明辨是非 还有一个呢 要有一个心理的承受力 这个磨砺 咬菜根 也是一种心理的一种教育 耐得了委屈 能够自己调理自己 这样子心理才有承受力 咬得菜根 百事可做 地区看起来再浅显不过的一句话 却蕴含了中国古代 近千年的教育智慧 而中国近代一个重要的人物 他对子女的教育方式 可以说与咬菜根 有着很大的相似 并且最终把他的优良品格 传递给了子孙后代 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请继续收看 复旦大学历史系韩生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中华家训第五集 咬得菜根苦 怎么教育好孩子 这个呢 是关系到一个家庭 能不能延续下去 我们的事业能不能传承 这是一个根本的事情 所以晚清中兴名城 曾国藩 这个家庭的教育 是比较成功的 他在晚清中兴中间呢 他不仅是带出了一支队伍 培养了一大批 国家栋梁级的人才 他自己的家庭教育 也做得很好 他的儿子曾几泽 是近代呢 中国最初的外交家 另一个曾继红 是近代有名的数学家 曾国藩和他的兄弟 四个家族 这四个家族呢 一直绵延一百九十多年 出很有名望的人才 出了多少呢 两百四十多个 可以说是人才被处 另一方面呢 我们还看到 他这个家族里面呢 顽固子弟 败家子 一个都没有 这样大家就很关心 他是怎么培育孩子的呢 曾国藩对孩子 有一些要求 他要求他的所有的孩子 要勤礼家事 言明家规 就他的孩子都得做家务 都得干农活 要亲自去实践去体验 不能不知道农耕的艰辛 不能五谷不分 尸体不勤 他讲到 他讲到要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 在劳动中 体会到劳动的辛苦 人才能立志 才能向上 那么在具体做法上面 他就讲到了 孩子一定从小 孩子一定从小要读书 读书为了什么 读书是为了明理 读书不是为了做官发财 他不希望他的孩子 带着功利之心去读书 明理名什么呢 一个天地社会的根本的道理 这个懂了才能自己充实自己 做得自己的有根有底气 兼学一些实用的知识 这是才能的方面 在家庭里面 他是不主张留家产 他是大官 他青年 他不想留下万贯家财给孩子 留财不如呢 把这个钱转化为教育孩子 引导他走正道 身上掌握一技之能 所以储贵而交 败之端也 储负而奢 衰之十亿 你身处高贵的地位 心焦了 看不起人 傲慢了 这就是你败的开始 你很有钱 你就奢侈了 这就是衰落的开始 所以呢 留财不如留书 留钱不如 引导孩子走正道 在家庭里面 每个人都疼爱自己的孩子 但是呢 疼爱孩子要掌握几个要点 爱之以道 爱得其所 对孩子千万不可溺爱 不可百依百顺 爱他要爱在道上 在势力上面 让他名大是大非 这就是对他最大的爱 我们疼爱孩子的时候 一定要爱中有教 欲教与爱 你在疼爱他的时候 就在时时处处 在告诉他一些规矩规则 这就是爱而有教 这种教呢 不是一次两次 时时刻刻 随时随地 经常提醒一些细小的事情 你告诉他 这是一种规矩 就让他从小养成习惯 最好的风度 是从习惯而来的 对孩子的教育 该严厉的时候要严厉 我们不能爱的时候 逆爱随他去 生气的时候太凶 凶到孩子都害怕 所以家长在孩子殿前 要做到 威而有慈 要有威严 这威严里面 浸透在后面 是一种慈爱 言而有格 严格批评他的时候 也要有一个分寸 也不是大怒 过度 总而言之 对孩子的教育 最重要的 要掌握言传身教 你自己的行为 就是最重要的教育 是孩子第一模仿的对象 在这些原则方针的 引导下面 我们看到 曾国藩 他的家族呢 确实是属于教育的好 家族呢 能够代代出人才 家教对于一个孩子的影响 无疑是巨大的 尤其在中国古代的社会观念中 家庭就是国家的缩影 正如大学中所说 欲至其国者 先其其家 而千百年来 我们也看到了 好的家庭教育和家庭氛围 造就了一个个名垂青史 建功立业的人物 这也正是一个好的 家风家训 对于一个家庭和国家 长远的影响 南朝有一个很有名的将军 叫王生辩 他是南朝名将 统军驰骋江长数十年 屡律战功 最让人称道 是这位在战场上 刺诈风云的将军 他的性格是非常的平和 接人待物 从来不会高人一等 说话和气 关心别人 你在平时和他交往 一点都看不出 他是一个让敌人 闻风尚胆的一员武将 而且他善于自家 他把一个家治理得大家和睦相处 长辈爱晚辈 晚辈尊敬长辈 人家都说家和万事兴 而王生辩的家 就是一个欣欣向隆 和睦相亲的 他这个人为人一生低调 一再抑制自己 一直当到朝中 位高权重的大司马 当官当到位籍人成 满朝的文武都非常的羡慕他 王生辩有这样的品德 是因为他母亲很好的教育 他母亲教孩子很严 从小给他立规矩 严格的执行 从小就要求他们要好好学习 手里 牵纳 生活上要简朴 工作上要勤恳 他调教出来的孩子呢 助人为乐 所以你看这么阳光的孩子 都讨人喜欢啊 他一直告诉孩子 要懂得谦虚 要懂得呢 谨慎 自义 有了一点点权力 请金钱 千万不要拿出来 鞠躬治傲 待人一定要和气 因为 你周边的人 有好多人看到你的成功 他不一定高兴 可能引起他的妒忌 人家已经非常的妒忌你了 而你还趾高气昂 那么你就很容易遭人陷害 你就不容易和大家呢 很好地相处 而王生辩呢 当个大将军 年龄到了四十几岁 这个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 都已经成人成家了 他母亲对他的要求呢 也丝毫没有放松 他只要做错了事 他母亲呢 一样还会咒他 还会行家法 所以古人教孩子 有大爱和小爱之分 像王生辩的母亲 就懂得大爱 教孩子呢 大触左眼 做一个大气的人 而不是呢 斤斤计较 教会孩子呢 懂得团结大家 充满阳光 奋发向上 而那种小爱呢 是从小对孩子呢 呵护得无微不至 甚至呢 唯恐孩子 在外面受人欺负 斤斤计较 你看有好多 当妈妈的 看到自己的孩子在学校 跟同学 发生一点冲突 有点矛盾 哎呀心痛得不得了 孩子吃了一点亏 哎呀比谁都急 一直跟孩子讲 孩子 你有什么事 跟妈妈讲 妈妈替你出头 结果什么事都包办 这一包办呢 孩子 气 整个气就被你 做得很小 气局做得很小 人斤斤计较 而且呢 这个为人处事的能力 就会变得很差 长大以后 就很难和人一起相处 所以溺爱孩子 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长大以后 自己不教育 就会沦回到社会来教育 让别人教育 所以家训里面就讲到 你不好好教育孩子 最后孩子犯法了 甚至呢 被判刑啊 这种惨剧 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好的家教 没有从小培养他 做人造成的 所以我们如果有一个孩子 特别是生下一个聪明的孩子 你要知道 这种孩子 你要更加用心去调教他 我们怎么调教好一个聪明的孩子呢 下一集我接着跟大家见